获得国际六项大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日前在高雄哈马兴举行预议会 最中主角所遭受的不仁道遭遇让观众震惊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信宏表示 台湾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自由中国》这部纪录片 并关注中国的人权真相 纪录片《自由中国》深刻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包括监禁 酷刑折磨 洗脑 奴工产品 活摘器官 网路封锁 异胎化政策和强制堕胎等 引发观众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这次举办这个爱电影《自由中国》营展 主要是希望年轻人还有更多的市民 能够关注台湾转型争议的历史 也关注我们邻近的国家 中国 图博 缅甸这三个国家 他们的人权状况 像这样的影片台湾人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我是建议制作单位应该发行DVD 让民众去购买 像这一类的真相电影实在太少见 所以像我们在台湾大家都很善良 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实 有这样子残酷迫害人的反人类的这样罪行产生 杨献宏更表示 这部影片不应该在街头放映 各大电视台应该公开播放 让所有台湾人都知道 这个影展系列 下一波还有到各个学校去播映的 我们也会带着自由中国去播 我想这个在校园内 更甚至有很多大陆来的学生 中国学生在里面 他们也应该看到 我想大家来看这部电影之后 你就会相信 而且你要有勇气相信 你必须要知道说 有这样的残酷迫害 自由中国纪录片揭露中共持续进行的血腥迫害 并且已经获得国际六大奖项 并准备进军奥斯卡 预定今年7月全台正式上映 新一团的电视 林语书林宏观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